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金刚寺那可是一念大事的宗门 李翠花应该还不至于那么快对她动手 混沌所在的神霄宗也没那么容易对付 剩下的就是 玄霜宗的巴舌 玄霜宗是上一次天地亮节后才建立的宗门 敌云并不强 如果李翠花会动手 最有可能的就是玄霜宗了 那我们就立刻去玄霜宗 这儿就是玄霜宗 还真够冷的 玄霜嘛 听说他们宗门最擅长的就是兵系功法 在这种环境下修炼 对玄霜宗修饰来说 可谓事半功倍 龙腾皇室 此番前来冒昧打扰了 这些人不冷的吗 你们身上有着和巴舌一样的气息 想必二位就是世荒的宿主锦阳 以及新的九英宿主 大名鼎鼎的荒谷圣体灵异 看来这次龙腾皇室 是真的将全部身价压在你的身上了 压住 什么压住 在龙腾皇室发生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修仙界 你们几位的来意 我已经清楚了 但是 请回吧 玄霜宗自己能处理 不需要几位的帮助 玄霜宗主 恕我貌美 桃物 九英的封印过程 接连遭到李翠花所率领的妖族袭击 这次她肯定会来 但凭玄霜宗 恐怕 我说了 请你们回去吧 玄霜宗虽然不是什么有传承和底蕴的大宗伦 但 我们自有办法应对李翠花 和她麾下的乌合之众 喂喂 你口中的乌合之众 可是现在正把大半个修仙界搞得一团乱麻 天宫都不一定对付得了他们 你哪儿来的自信 如果宗主是担心我会夺走巴蛇 大可不必 我仅仅是不希望 又一只凶兽落入李翠花手中 只要封印完成 我立马离开 没错 我们替你压阵 然后你们搞完凶兽封印 再让封印者去天宫 这样不就行了 所以我说 你们可以离开了 因为 巴蛇的封印现在已经完成了 喂喂 你可别吹牛啊 凶兽封印哪有这么容易 忘记数 还真没有凶兽的那种庞大气息 这是 给你们介绍下天宫最年轻的长老 同时也是如今的巴蛇宿主 我的女儿冰安梦 好 好漂亮的姐姐 怎么回事 刚才那种感觉 就如同一剑倾心对吧 这仅仅是巴蛇 最微不足道的能力 可以让每一个人 对宿主心生好感 甚至是不可救药地爱上她 醒醒 巴蛇 传说她的权能是操控人心 其自身更是代表着御火 但 你难道靠这战胜李翠花 你们对巴蛇的了解太少了 如何对付李翠花 我自有办法 她只要赶来玄双宗 我定能让她大败而归 我起数 封印倒确实很稳定 但 巴蛇的力量 真让人厌恶 把她也脱去过来如何 让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也敢胜下 给我 闭嘴 我得提醒你 宗主德下 凶手的力量越是使用 封印者越容易受其影响 龙腾皇帝的下场 你已经看到了 滥用凶手的力量 会付出代价的 同为九英宿主的你 恐怕最没有资格说这话 而且我的女儿和你们不一样 她自幼修行的 就是能压制感情波动的功法 和你们这些半路出家的 封印者不同 凶手对她的影响微乎其微 换句话说 她可以百分之百地 发挥巴蛇之力 收够了 真是好说歹说 油言不济啊 黎翼 你说吧 怎么办 直接动手还是什么 你们大可以试试 秦宇啊 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秦宇 赵殿 李清禾 秦驾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丝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见证将你们能来吧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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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 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重准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暴 主持五国头 开始新的暴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推出 我要推出游戏 怎么这么多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些人都无路可逃了 快跑啊 他们来了 快 快 忍住 快 快 走 我们出的天啊 哈哈 主演 这就是你说的 欲要成为主角 先要苦起新日 劳起金骨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起你的肺蛮了 从今天起 主演我就帮你开启秀维 选一把 要去世上最强的剑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嘿 嘿嘿嘿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啊 不 不可能 明明已经可凡人无异 不 饶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别人连圣玄宗的门都开不了的人 既然还会重大五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后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车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叫秦玄宗 真的 要他九层六起来 秦玉啊秦玉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河 秦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玉 你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色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见证将能难吧 天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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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